大家好,我是王海 视频有分总结版本跟详细讲解版本 此视频为总结版本 总结版本有两个目的 一,帮助学员快速明白这一章的要点 二,帮助学员衔接下一个章节 这一章的学习重点有八个 我们首先会介绍加拿大的法律的源头有哪一些 第二个,我们会解释卑斯省的民事法院系统 其中有两个CBO courts 跟一种新型的线上系统叫CRT 第三个,我们会解释一种教条叫Doctrine of Stereo Decisis 第四个,如果有人违版合同 法院有三种横平解决法 跟一种普通法解决法 3 equitable remedies vs 1 common law remedy 第五,我们会区分Public law跟Private law的差异性 第六,我们会介绍房地产法的历史来源 第七,在卑斯省打官司的出审程序 第八,法院是如何去执行judgment的 第一个学习重点 法律的源头有哪一些 法律的源头 加拿大早期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我们法律的源头来自于英国,英格兰 英国的法律源头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Statual law成文法 一个是Comm law普通法 Statual law是政府创造出的法律 而Comm law则是由法院创造出的法律 Comm law之所以叫普通法 是因为Comm law管的是普通人 Common people Comm law也可以运用到Common situation 一般的情况 根据UBC的课本 Statual law成文法就是由 Federal联邦Provincial省政府 Local本地政府所创造的法律 那这个成文法呢 它核心的本质是 它是由Code所创造的法律 Code就是呢 规则条款 一条一条的规则条款 形成了Statual law 而Comm law呢 则是由Court 法院创造的法律 这个Comm law不使用Code 这个Comm law它看的是过去的案例 所以我也喜欢把普通法叫案例法 我们这里举一个Code的例子 就是Statual law Real Astifices 是由许多的规则所形成的法律 里面有Part 1 Part 2 Part 3 等等诸多规则 那么到底哪些法律是属于Statual law呢 那我们来举几个Statual law的例子 例如 联邦的Competition Act 公平竞争法 鼓励企业公平竞争 禁止垄断 还有省政府的Real Assay Services Act 是法律说呢 在卑士省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提供房地产服务 需要有这个Real Estate Trading Rental 或者是Stata的牌照 那这个Morgus Brokers Act 说呢 在卑士省做Morgus Broker 必须要牌照 Occupy Liability Act 这说呢 住户呢 在职务业里必须要对访客 承担一些法律者呢 那就咱们考试来说呢 只要有Act ACT这个词汇 那么这个法律就是Statual law 创造Statual law的主要目的呢 是改变、推翻、修改Common law 那这个Common law呢 它有四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 Hierarchy of the Courts 法院有分高低之分 第二个特性 它使用了一个教条 叫Doctrine of Steril Decisions 第三个 Rigidity Common law很根深蒂固 第四点 Statual law如果跟Equitable Principle 跟Common law Principle起冲突 以Statual law为优先 Equitable Principle第二大 Common law最小 那么第二个学习重点呢 是介绍我们的法院的系统 两个Civil Accords 跟一个CRT 贝斯省的Civil Core System 是由四个法院 所形成的法院系统 那这个Civil这个词汇呢 是指专门处理人跟人之间问题的一个法院 那这个 Small Claims Court 是贝斯省最小的民事法院 The Lawyer's Trial Court 那BC Supreme Court 是贝斯省高等法院 BC Code of Appeal 是贝斯省上述法院 而Supreme Code of Canada 这是加拿大最高的法院 Small Claims Court 小型民事法院 是贝斯省最小的Trial Court 那Trial呢 叫初审 初审就是这个法院 他要聆听证据 那这个Small Claims Court 他能够赔偿给这个受害者 最多35000块加币 Small Claims Court 有好几个登记处 去哪一个登记处 去File你的这个诉讼呢 取决在于 这个区域的限制 他说 Claim must be filed in a small claims registry nearest to where the defendant lives or where the claim arose 你能够到哪一个登记处去 登记你的这个诉讼呢 取决在于 被告居住的地方 最靠近哪一个登记处 或者是案件发生的地方 最靠近哪一个登记处 Defendant这个词汇呢 叫被告 被告呢 就是The alleged wrongdoer 被宣称触犯到 Civil wrongdoer 可以简单理解为 叫Troublemaker 那假设我们 Small claims court的案例呢 败诉了 那我们可以呢 上诉到 BC Supreme Court去 Bizzen高等法院 Bizzen Supreme Court呢 它有双重特性 它不但是Trial Court 而且它还是Apple Court 那这个Apple的意思呢 叫上诉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低等的法院呢 败诉了 那我们希望高等的法院 能够重新改判判决 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 带到更高级别的法院 那这Bizzen Supreme Court 它可以聆听任何金额的案例 它也不受到区域的限制 今天不管你被告居住在温哥华本纳比列治文 也不管你案件发生在西温北温还是树里市 你都可以把你的案例带到Bizzen Supreme Court去打 那我们下一个级别的这个法院呢 叫BC Code of Appeal 贝斯省上诉法院 是贝斯省最高级别的上诉法院 这个BC Code of Appeal呢 是Apple Court 而不是Trial Court 既然不是Trial 所以这个法院就不会再聆听证据 它只会看呢 低等的法院有没有犯下 Legal Issues 或Legal Error 就是如果低等的法院 引用教条 引用不恰当 引用法律源头 引用错误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诉讼呢 带到更高级别的这个BC Code of Appeal 希望这个法院能够重新改判 那这个三到五位法官 聆听BC Supreme Court的这个上诉 那一般来说呢 法官数量越少 案件越简单 法官数量越多 案件越复杂 那绝大多数的法官 决定谁赢谁输 那如果咱们败诉 我们还可以继续上诉 上诉到Spring Code of Canada 加拿大最高级别的上诉法院 Spring Code of Canada呢 它不是Trial Court 它只是这个Appeal Court 所以它只会看Legal Issues 它不会再Rehear the Evidence Again Spring Code of Canada 跟其他的法院不太一样 你如果要到Spring Code of Canada 去打官司 你必须要跟Spring Code of Canada 申请一份文件 叫Leave to Appeal 离开去上诉这一份文件 那这个Spring Code of Canada的法院呢 有权拒绝受理你的Case 跟其他的法院不太一样哈 其他的法院呢 你文件到位了 基本上就要受理 那是Spring Code of Canada呢 它可以派出3到5到7到9位法官 来聆听YourAppeal 请注意哈 是3579 而不是2468 这个必须是单数 不能是这个偶数 那绝大多数的法官决定 谁赢谁输 那这四个法院呢 跟咱们的Common Law的关系在于 如果这个法院级别越小 它的约束力 它的影响力就越弱 那这个法院级别越高 它的影响力就越大 它的约束力就越强 那这个Spring Code of Canada 它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法院 那所创造出的案例 将对底下呢 B4 Code of Appeal B4 Supreme Code 跟Small Clams Core 具有强烈的约束力 强烈的影响力 那这四个法院 所创造出的案例呢 都形成了Common Law 那这四个法院里面呢 有两个Civil Core 这两个Civil Core 就是Small Clams Core 跟BC Supreme Court 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 贝斯省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法院 叫CRT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那这个Tribunal呢 它不是正式的法院 它没有像正式法院 那么严格严谨的 收集证据的这个规则 那这个CRT呢 是贝斯省第一个线上的 这个Tribunal 那这个Tribunal呢 它主要是处理小型的民事诉讼 如果是5000块或以下的小型案例 可以带到CRT去打这个官司 那这个CRT呢 创造此法院的这个目的 主要是降低诉讼成本 然后让这个人民呢 能够用更短的时间 解决这个纠纷 用比较不正规 压力没那么大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Small Climb 败诉了 在CRT败诉了 那你可以带到 Small Climb Court去上诉 那如果是Strada的Climb 败诉了 那我们可以上诉到 BC Supreme Court去 如果是Strada的案例 则没有收到5000块加币的limitation 没有金额的这个上限 那Strada这个词汇呢 我们稍后在后续的章节会学到 Strada我们叫分器物业 一般Strada的物业呢 它是高层 高层的这个单位 或者是多重单位 或者是townhouse等等 那么第三个学习重点呢 是Stereo Decisors 我们知道普通法 它有四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叫Hierarchy of the Chords 那第二个特性呢 是Stereo Decisors Stereo Decisors 是一个拉丁字 叫遵循先例原则 那英文原文大概是这样 The decision made by higher level core is binding on lower level core on the same issue in the same jurisdiction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 意思是这么说 在同一个司法系统底下 对于同类型的案例 高等法院所做出的判决 对于低等法院所做的判决 具有约束力 我们举一个例吧 例如哈 假设哈 在2018年的时候 Pist Supreme Court说呢 你们必须要往东边走 那假设2019年 small claims court 这个法院呢 他说哈 咱们就想往西边走 但是由于2018年 Pist Supreme Court 有这个先例 这个先例呢 将约束 small claims court的判决 也就是说 2019年 small claims court 不能判我们往西边走 必须按东边走 那这个就叫遵循先例原则 那这个 sterity sizes呢 咱们再多举另外一个例子 例如 假设 205年 BC Court of Appeal 他说哈 他说啊 太阳的颜色 是绿色的 那2019年 就small claims court 就不能把太阳的颜色 判断为是 这个红色 必须要把它改为 是绿色的 那关于这个遵循先例原则 几个要点要注意 首先是 只有高等的法院 对低等的法院 做出了判决 具有约束力 低等对于高等 是不会具备约束力的 同等级别的案例 也不会具备约束力 因为呢 必须是同一个司法系统底下 卑斯审的案例 对卑斯审的案例 才会具备约束力 这个什么 安大略审的案例 对卑斯审不会具备约束力 魁北克审对卑斯审的案例 也不会具备约束力 因为呢 这个案例呢 必须要具备可比性 就是呢 车祸的案例 比对车祸的案例 然后这个违反合同 然后这个违反合同 比对 然后这个违反合同 苹果跟苹果比 香蕉跟香蕉比 那如果呢 一个是苹果 一个是橘子 这两个案例呢 假设是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证据 不同的事实 那么这时候 法院就会 Distinguish a case on its facts 我们说Distinguish a case on its facts 的意思就是说 这时候这法官呢 就不会再按照了 这个 不同的先例 来约束我们目前这个案例 因为这两个案例呢 本身呢 不具备可比性 我们刚介绍完 康姆拉的前两个特性 那么现在介绍 康姆拉第三个特性 Ragidity 根深蒂固 康姆拉呢 在英国的Tudor跟Stewards 英国的都一王朝时代 跟司徒亚特王朝时代 已经变得很根深蒂固了 很石板 很苛刻了 当已经变得很石板了 那么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那对人民呢 产生不公平的判决 过去是怎么判的 咱们今天就得怎么判 今天呢 这个人民呢 没有任何空间可言 那产生不公平的结果的话呢 那么就会让人不爽 所以呢 人民呢 就像英国的国王啊 要求这个国王呢 用更公平的手段呢 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啊 那英国的国王呢 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法律 叫law of equity 恒平法 那这个恒平法呢 就是专门去解决 com law 它根深蒂固的问题 那自从有了com law之后啊 英国的法院呢 就变得比较公平一点了 因为呢 当时呢 英国有 Code of Treasury 或者是 Code of Equity 有大法官法院或恒平法院 它可以根据公平原则来解决人民的问题 那所谓的公平原则呢 就是它要看呢 你这个人做的事情 你的行为是否呢 站得住脚 它要看 Spirit and Habit of Fairness Justness and Right Illness 你必须要行得正 做得端 法院才会去帮你 那自从有了恒平法之后呢 这个以后 com law如果在 对人民不是那么的公平的情况下 恒平法 就可以根据公平原则 来解决com law 根深蒂固的这个问题 那在1870年代 英国创造了一个法律 叫Judicature Judicature呢 把Love of Equity跟com law 合并为com law 所以我们今天呢 加拿大 也遵照英国的这个Judicature 把这个Love of Equity跟com law 合并为com law了 所以今天 在加拿大 我们只有两个法律源头 一个是Statute law 一个是com law 那我们介绍下一个 普通法的特性 是如果Statute law跟 Equity跟com law起冲突 以Statute law为优先 Equity第二 com law第三 那么说呢 这个自从 Love of Equity跟com law 合并为com law之后 那这个Love of Equity就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呢 叫Equitable Principles Equitable Principles呢 它合并为com law的一部分 成为com law的辅助法律 那今天呢 卑士省啊 今天加拿大 就是除了魁北克以外 其他的省份呢 都的法院都可以执行 Equitable Principles 那如果这三个法律呢 起而冲突 以Statute law为优先 Equitable Principles 第二大 com law principle 第三 第三 那我们第四个学习重点呢 是介绍三个Equitable Remedies 三个恒评解决法 跟一个com law 普通法的解决法 如果有人违反合同 那么com law的唯一的解决法 是Damage Damage呢 我们叫做损失赔偿 那损失赔偿的意思是说啊 如果有人违反合同 没有违反合同的那一方 受到多少损失 那么违反合同的这一方 就应该要赔偿 所受到的损失 那这个Equitable Principles呢 则有三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呢 是Specific Performance 第二个叫Injunction 第三个是Quantum 没有 loot Specific Performance呢 我们叫强制履行令 如果有人违反合同 那我们呢 可以请法院强制违反这一方呢 执行合同上的条款 那Injunction呢 我们叫禁令 禁止某一方呢 违反合同上的条款 那么还有第三种呢 我们叫Quantum mail loot 叫按劳记筹 叫As much as deserved 那按劳记筹呢 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Employment Situation 在一种雇用的情况下 如果呢 雇主拒绝支付给雇员 雇员应得的酬劳 不管有没有签下雇用协议 那这个雇员呢 都有机会可以到法院 去申请Quantum mail loot 叫雇主赔偿给雇员 雇员应得的酬劳 那我们第五个学习重点呢 是Public Law跟Private Law的差异性 我们说啊 Law可以分为Statute跟Common 法律还可以再分为Private跟Public Private呢 就是呢 专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的法律 而Public Law呢 这是处理人跟Public之间问题的一个法律 那Private呢 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的例子 例如有违反合同 Bridge of Contract Divorce 离婚 Tor Action 侵权行为 或者是 Real Property Law 产权上的纠纷 那关于这个Tor 侵权啊 叫侵犯权利的行为 那关于侵权行为呢 例如Trespass 非法入侵 Private Nuisance 私人骚扰 Negregation Misrepresentation 代户性的 非属实的陈述等等 都属于Tor Action 都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而Public Law呢 举几个例子 例如Constitutional Law Tax Law Criminal Law 都是属于人跟Public之间的问题 那就我们Agent来说啊 我们一般比较在乎的是Private还是Public呢? 我们比较在乎的是Private 因为Private Law处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跟我们经济常遇到的问题是一致的 例如买卖方违反合约的问题 租客不付租金的问题 房屋贷款的问题 产权的问题 关于产权的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的是Real Property Law History of Real Property Law Real Property Law 来自于英国 视频结束 谢谢收看 想看完整的视频 想包写上或线下课程 请联系我们 在我们的线下课程中 有大量的最新考题联系 我们的联系电话号码是 778-686-8 在我们的联系电话中 记得又有很多 买一课程中 看完整的笔子 我对你来自然之间的 智商 机的关于 做了 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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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用 在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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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